著名卡通漫畫中ドラエモ的鏡香小姐和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姿位 一起陪同51位成功國小一年級新生和家長們 欣賞音樂班學長姐的演奏 用音樂迎接這群小小學弟妹和陪同的家長們 降低新生小朋友對陌生學校環境的恐懼感 一起快樂邁入求學過程中另外一個重要階段 議長同姿位也特地製贈繪本和跳繩 歡迎這群小小新鮮人進入成功國小就讀 8月30號開學日仁愛區成功國小校長陳怡君 帶領老師們特地著裝打扮成著名的漫畫卡通 ドラエモ中的人物 校長陳怡君更扮演品學兼優的鏡香 一起迎接小一新生入學 讓小朋友在快樂開心的氛圍中進入國小 不會害怕也讓家長放心 那Doraemon是一個年代很久遠的一個卡通 那它呈現的是一種活潑 聰明多元機智的這樣子的形象 那我們也希望來成功國小讀書的小朋友 他在這麼優質的環境之下 都能夠學習到這樣多元活潑 然後非常豐富的一個學習 而對於副社幼兒園的小小朋友們 校方也特地安排乖乖牆 讓每一位小小朋友都可以自己從乖乖牆上 拿下一包乖乖快樂上學 也讓爸爸媽媽們感受到學校的貼心 從市議員時期就開始長期關注成功國小的改造 爭取經費建設可以容納400人的演藝廳 修繕音樂琴房 整建校門口地平 以及鋪設彩虹跑道等等 看著小朋友們受教育的校園環境越來越好 議長同職委也非常欣慰 成功國小的發展跟改變大家都有目共睹 那也是我們校園核心改造計畫最成功的一個典範 跟社區的充分結合 這個大家一走進來可以看到我們地平的改造 然後進入幼兒園也看到這個開放式的溜滑梯 然後彩虹跑道等等 那我們這幾年也大力的支持學校相關的各項建設 包含音樂班、音樂教室的改造 那我想在陳怡君校長以及主任老師的共同帶領之下 我們大家一走進來可以發現成功國小的活潑與朝氣 我想在我們特色教學裡面 也發揮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功能 也讓大家可以看到成功國小的一些特色 我想這個時候少子化的年代 需要靠學校努力來經營 讓吸引家長跟小朋友來注意 所以我想成功國小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典範 我們也會繼續全力來支持學校的相關建設 至於和靜香小姐一起聽音樂的感覺如何呢 議長同職位笑得腼腆又開心 我想去年好像校長是白雪公豬嘛 去年 然後今年是這個小叮噹裡面的靜香 學校就是這樣 你看我們剛剛一走進來 大家就會充滿朝氣 我想校長就是一個學校的發展靈魂 那學校活潑然後可愛 也是校長的一種代表 我想希望這個小朋友在這邊就讀 都可以平安健康然後很開心的學習 在校長陳怡君扮演靜香小姐陪同下 議長統職位更是開心的和幼兒園小朋友們一起合照 小朋友也非常有禮貌的感謝議長叔叔的關心和愛心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書上仰臺 小朋友 感谢观看